作为东风家族中的一员 东风21帝问世之初便受到了各界的关注 一时间 航母无用论 航母杀手等文章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周刊 凭借着2500公里的超远射程 让一众西方国家久久不能平静 甚至五角大楼都要为此开设专题会 那么 东风21帝究竟有何本事 能让欧美为之一振呢 进入主题之前 新来的朋友记得给我点击关注 既能查看往期视频 也不会错过往后的精彩分享 2015年 东风21帝在胜利日的国庆阅兵仪式中首次亮相 瞬间引发国人的自豪之情 然而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得知消息不久后 便开会专门研究东风21帝的相关情况 其中 与会人员步伐海军专家团或美国战略评估机构 在经过一番研判后产生了多个疑问 美国是否需要维持现有再舰福特级航母数量 航母能否远距离抵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是否要在现役航母上加增更多防控系统 而引起众多问题的关键就是我国的东风21帝 因为在东风21帝没有问世之前 世界现有的反舰导弹作为低空信号 即使也能实现远距离高音速性能 但飞行轨迹是贴着海平面 因此 应对的防御体系也多专注于此 美国的海拉摩系统就是最好的例子 也就是说只能针对海平面四周 对于上方并没有过多考虑 但东风21帝却是以俯冲的攻击方式瞄准航母 而且高速机动且十分灵活 这意味着如果不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只能被动挨打 但话说回来 即使能在短时间转变防御方式 东风21帝的突防能力也让对付十分难受 这里就要涉及东风21帝的弹道过程 初始发射 东风21帝会像普通火箭一样垂直启动 进入大气层后进行二级发动机分离 同时调整导弹飞行姿态 发动机以最大负荷全力推进 内冷式保护罩启动降低因摩擦产生的大量热闹 提高制导系统工作效率 当锁定目标后 保护罩脱落 顶端的战斗和推进装置分离 露出核弹弹头 此时的速度将达到十倍因素 并依据敌方采取的应对措施 进行人工变轨或自动变轨 直至命中目标 虽然以上仅为分析 我国并没有给出明确公布 但从突防系统能力而言 我国已经完全掌握了末端巡航制导技术 可灵活掌握导弹飞行速度 飞行轨道和飞行方向等关键参数 就在去年8月 我国在南海就曾举行大规模的实战演习 在事先通报中明确颁布航行警告 在相关海域内 任何船只和飞机都不得进入 给这次演习蒙上了一层神秘阴影 究竟是怎样的演习会得到如此重视呢 仅一个月后 国内媒体率先报道 国外媒体紧随其后 东风21地再次成为世界焦点 报道中指出 我国解放军从青海和浙江 分别试射了东风21地和东风26 目标直指南海和西沙海域 这里不难看出 无论是在沿海还是内地发射 东风21地的射程足够支撑中国领海防卫任务 更为骄傲的是 本次试射的两枚导弹全部命中靶船 而且是以21节航速正在进行的靶船 以此奠定我国反舰导弹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看到这里朋友们可能会好奇 既然东风21地的精准度这么高 那能否成功击沉一艘10万吨级的航空母舰呢 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很小 在航母设计之初 就采用了万吨以上的特种缸 作为主体架构 同时具备2000多个水密隔舱 来增强航母的抗沉能力 而东风21地重15吨 弹头0.6吨 仅相当于30万吨TNT当量 即使以十倍音速 也只能瘫痪航母战斗力 致使航母舰载机失去起飞能力 但这就足够了 如今我国东风系列 已经历经60年艰苦攻坚 从第一代完美过渡到 第二代战略导弹层级 从最初的守护本国国土 到后来的保卫中国进海 再到如今覆盖全美 整个过程着实不一 东风21地的亮相 再次刷新了世界 对中国战略核威慑的认知 让一些充斥着被害妄想症的国家 能够重新清醒